终植刚毅的赵普 第一集 赵普生于公元922年 足于公元992年 北宋开国元训 立向两朝的著名政治家 自泽平 幽州济县人 也就是今天北京的西南 赵普自幼性格深沉厚重 寡言少语 功于心计 虽然是读书不多 然精益于历史 有济世之才 宋太祖太宗两朝为相 太宗纯化三年 也就是公元992年春 拜为太师 封魏国公 同年七月族 中年71岁 追封为真定王 赵普与宋太祖赵康印 同姓不同宗 然扩从甚密 素有旧教 厚州显德初年 也就是公元954年 赵普三十二岁 被永兴君节度时 刘慈赵为从事 刘慈认为赵普 有大用之才 故足前仪表 见赵普于朝廷 显德三年 也就是公元956年 周世宗柴荣 进兵南唐淮南地区 其部将赵宽印 攻克楚州后 宰相范至上奏朝廷 推荐赵普 任楚州军事判官 从此赵普便成为 赵宽印的部下 太祖赵宽印与赵普 结识之后 在交谈之中 见到赵普 谈吐不凡 见识独到 心中是十分的高兴 当时赵康印部下 捕乡民百余人 只为盗匪 拟欲在闹市处死 并且暴失街头 赵普怀疑其中有无辜者 于是报告了太祖 请求复审 经过赵普 详查案情 逐一审讯核对 其中十之七八 细为乌粮为盗 均被无罪释放 赵普此举 不仅保全了 无罪乡民的性命 同时也为赵康印 挽回了民心 赵康印尤为惊喜 认为赵普遇事 持重谨慎 短暗 周延细致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可以唯以重任 后来 赵康印的父亲 宣祖赵红因 率部到了楚州 不幸染疾 卧床不起 至此之际 又由扬州 传来周世宗的招令 命令赵康印 素帅部将 赴六合 也就是在今天 江苏省南京市的北面 去增援 此时 赵康印 内有父病在握 外有军命难为 忠孝不能两全 赵普见此情景 便毅然决定 自己代替赵康印 在宣祖的床前尽孝 让赵康印 吉父六合 为国尽忠 此举不实为 忠孝两全之策 赵康印 因为由赵普 代为尽孝 才放心地 率部出征 赵康印走后 赵普 朝夕服侍宣祖 赵红因 饮食起居 精心照料护理 如敬亲生父母一般 赵红因 深受感动 此后 竟把赵普 视为童宗子侄 赵康印 也为赵普有才干 讲义气 忌忠且孝 而敬之亲之 如同手足 淮南平令之后 因赵康印 屡建军功 升任同州节度使 赵赵普 为节度推官 后改任宋州节度使 任赵普为长书记 赵康印 征战南北 辗转调迁 赵普不离左右 君相如此交后 为宋太祖之余 赵普尔 原丞相 秃秃有平云 自古创业之君 其居前旧臣 定策祖命 术士建功 一代又一代之才 未尝法也 求其始终一心 修其同体 贵为国卿 亲若家相 若宋太祖之余 赵普 可谓难以 终止刚毅的赵普 第二集 周显德六年 也就是公元 九百五十九年 周世宗柴荣率军北征 途中德义墓 长约三尺 其墓有字云 典检做天子 世宗经义 当时世宗七弟张永德 为殿前都典检 手握指挥 进军的大权 世宗 以张永德 由图谋不轨 篡夺皇位之心 睡罢其职 改败赵匡胤 为检孝太父 殿前都典检 以代张永德 统帅三军 同年六月 世宗柴荣族 少父父皇后 祖年仅七岁的 财宗 殉 于先帝旧前即位 新主年幼 不安人世 皇后心策 不习国政 又无家臣 鼎力相助 朝廷的军政大臣 旁落外臣的手中 显德七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六十年 正月初一 正当后中满朝的 文武百官 晋明 庆贺新春之际 忽有镇定二周 飞马吃饱 说契丹 于北汉 河兵南下寇贩 军情紧急 周氏孤儿寡母 孤知俗措 宰相范至 仓促之间 南辩军情的真伪 便照明 赵匡印 率军北上迎敌 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 五代史 汉书无忌 辽史无载 此间是否有契丹于北汉河兵南范市 镇定二周 聚合暴揍 此乃 清古之谜 赵康印 奉命发兵 大军行至京师开封 东北四十余里 陈桥义时 前军的将士 脱过不前 全军囤住 新桥义 当时 京师开封一带 有侧点 简为天旨之说 纷纷的谣传 这天傍晚 军中 有知兴术者 苗训 同赵匡印 亲信 楚赵府 仰观天象 声言 西天日下 复有一日 天有二日 乃是有二主之照 当时 有无此天象 史无足考 即或有之 也纯细天文自然现象 与人世社会的 纷纭变幻无关 但在天命论 统治人们思想的时代 其异的天文现象 常被政治家所利用 今日 赵匡印的部下描讯 楚赵府 仰观天象之举 与民间所传 策点仅为天子之说 竟如出一辙 遥相呼应 亦非偶然 定是有高人谋划 为赵匡印 陈巧举世 做舆论宣传 这天夜里 素为周氏 结忠效力 治军有素 征战有方的赵匡印 作为三军主帅 竟在寇犯编途 设计危机之际 睡卧中军打仗 赵匡印的新副将领 高海德等人 又私下议论 要先立 点简为天子 然后背正 并把此相的动议 转告给赵光义 与长书记赵普 赵光义 与赵普并没有感到震惊 似乎早已知道 众将必有此举 于是 当即小于众将曰 异性兴亡 虽说是天命 但是事关重大 恐怕人心浮动 诸将如能严实军事 务实略经民众 则经失人心 定能安定 四方之民 也必自安 待大功告成 你等也可 共保富贵啊 众将当即许诺 在赵光义 赵普的指挥下 分头行动 枕鸽待旦 并且 两夜去派人 持告留守经师的 亲信 十手信 王沈奇等知晓 深夜五更 众军事 急于一门 宣言策 点简 为天子 集天明 赵光义 赵普推门进帐 报告此事 赵匡印 扬装惊愕 慢慢地牵身而起 时有众军 持谢列于 庭下旗曰 诸君无主 愿策太位 为天子 还没等赵光义 说话 有人便将 试相准备好的 黄袍 披在了他的身上 然后众人 罗列跪拜 口称万岁 山呼不已 随即 众人便用 新主赵光义 上马 于南归 京师开封 一城大业 此时赵康印 在所谓 为六军 所迫之下 俨然 以为训真心 而从重命 于是 雷马对众将 言曰 而当 贪富贵 立我为天子 我有号令 你们能听从吗 众将 接下马 高声应诺 我们 唯命是听啊 我们唯命是听 赵康印 接着说道 周太后 公帝 我 皆尊为旧主 你等 不得 惊犯公雀 朝廷命臣 我皆代之 以彼肩同僚 你等 不得 凌辱 朝廷 库服的财物 百姓官吏之 家私 你等 不得 掠夺 听令者 有重赏 为令者 杀及 欺奴 众将 再败 遂整队 想惊师进发 赵康印 对众将 所言与 赵光义 赵普的话 多么的相似 拟出一人之口 前者 赵光义 赵普 把异性兴亡 归于天命 后者 赵康印 把陈乔举事 归于民心 又皆以 富贵相许 以收军心 至于对众将 提出的要求 以及行动部署 也如出一辙 前后 可续为一片 这难道 是不谋而合吗 众将三军 拥着赵光义 回到了京市开封 赵光义 并未直入大内 而是退居公署 令众军士 归营 并派了 新副将领 把宰相 范智等朝廷重臣 招来相见 赵光义 在范智等人的面前 故作悲态 嘉义的流涕 坦月 我为辅天地 今之于此啊 还没等范智等人答话 并有列孝 罗延归 案件立声 对范智等人说 我被捂着 今日许的天子 范智等人 坚持精警 是无计可疏 不敢违抗 只好将皆劣败 后又赵了文武百官 至黄昏时分 重臣时排斑站定 由汉林医院 承指桃谷 从秀中取出了 周公帝的 善位置书 赵匡印 北面败寿一臂 然后升重元殿 浮滚加勉 即皇帝位 立国号 宋 改元建龙 纵观陈桥兵变的全过程 计划周密 行动迅速 两天之内 并灭周见宋 此举如高人谋划决断 不可能如此的顺利成功 然谋划者谁呢 宋史不言 五代史周记不记 赵匡印 兼有温涛武略 周世宗死后 功帝又弱 军政大权为他所 但他虽有亏周世之心 独位改元之机 如无知心者明察善断 鼎力相助 他绝对不可能下定 陈桥举世之决心 赵匡印部下诸将 虽然愿意用赵匡印为帝 但是这些人 勇武有余 政治谋律不足 绝非陈桥兵变的 幕后主要谋划者 赵普 是赵匡印的重要参谋 虽然官职不高 但是老谋深算 律师周密 深受赵匡印的信任 明察善断的赵普 既了解赵匡印的心理 又敢于决断赵匡印 想做而又不变明言的大事 所以 说赵普是兵变陈桥的 主要参与谋划者 绝非妄言 赵普因祖命有功 受又建议大夫 承认疏密直学士 终止刚毅的赵普 第三集 赵匡印尽宋代州之后 国内的政治形势不稳 后州时的各阵节度时 并未甘心顺从北宋政权 元后州旧臣 昭义军节度时 李军一向野心勃勃 早有谋反之心 赵匡印称帝之后 李军不甘拱手称臣 拒绝接受宋太祖 夹奉的高官 建龙元年 也就是公元960年4月 并勾结北汉刘军 起兵反宋 宋太祖赵匡印 接到了军情报告后 便相继派归德军 节度时 石首信 昭化军节度时 慕容颜昭 张德军节度时 王全斌 出兵讨伐叛将李军 赵普认为 新朝出力 便有叛将举兵 此次出兵评判 乃是开国后的 首次重大的军事行动 只有迅速的取胜 才能稳定国内的政局 于是便建议太祖亲征 并要求自己也是随驾前往 宋军由皇帝亲自指挥 并由谋臣赵普相左 军心振奋 作战勇猛 于五月围困泽州 也就是今天山西的近城 杀北汉援军数千人 六月大破泽州 李军自焚而死 宋军颁师还朝 元后州淮南截斗时 李崇晋 在李军举兵反送之初 已有谋反之心 予与李军联合南北夹击宋军 宋太主为防止二里和兵反送 难于对付 并对李崇晋 采取了刺铁券 也就是免死牌 并约以重视等措施 一文其心 使其重缓兵之计 李崇晋谋略不足 果然重计 才使宋太主得以集中兵力 一举消灭了叛将李军 冬年九月 李崇晋起兵反送 宋太主派了石首信 王沈齐等部 分兵征讨淮南 赵普认为 李军才灭 崇晋又起 足见元后州各阵截斗时 居心难测 现在又以后州之将 攻后州之贵气 恐难塑成 倘如四方校游 共进中原 其后果是不堪设想 于是 他立见宋太祖 再次御驾亲征 他对宋太祖建议说 太主啊 李崇晋凭借长江淮河之险 善休孤雷啊 但是他外决救援内法资粮 应当尽快去之 宋太主认为 赵普说的有理 便于十月亲征扬州 十一月 扬州破 李崇晋 兵败身亡 十二月 宋军收兵还朝 太祖亲征二礼 扫除了内患 巩固了北宋的政权 赵普 信策利剑有功 岁生认为兵部侍郎 疏密副使 赵普虽然是读书不多 但对历史上的武臣持兵权 以夺军位的事件非常的熟悉 自己又参与了宋太祖 陈桥兵变的策划 所以他深知武臣权重 对经黄袍加身 坐北称姑的宋太祖 是极为不利的 宋太祖赵康印 此时也为如何才能巩固 自己的统治地位 忧心忡忡 特别是二礼起兵谋反之后 虽然除掉了二礼 平定了叛乱 但唯恐再有如二礼者 效法自己陈桥兵变之举 于是太祖便照照普问道 我遇袭天下之兵 是国家常治久安 你有什么可行的妙策没有啊 赵普当即提出 削夺其权 置其钱粮 收其精兵的方针 太祖赵康印 以为赵普所言不实为良策 遂于晋隆二年 也就是公元961年的三月 首先罢免了慕容颜昭 殿前都典俭的职务 调离了京师 到外地任节度使 并且从此以后 此职不再受人 赵普认为 太祖此举固然必要 但没有彻底的解决问题 因为石首信 王沈奇等人 虽是拥护太祖为地的救赎 见诵有大功的大将 但是他们身居要职 拥兵自重 久后难免不生反叛之心 所以赵普 又以历史上武臣谋反的教训 提醒太祖 对石首信 王沈奇等人 以不可不防 建议应当尽快地 削起兵权 妥善处置 赵普的建议 太祖也曾想过 认为是不无道理 暗地称事 但是苦于无故 削夺功臣的兵权 恐众将不服 于是他反说 慈悲 必不判我呀 赵普见太祖 口是心非 似有难言之隐 于是便为太祖提出了一个既能削夺 失守信等人的兵权 又便于其耻的借口 赵普说 臣也不由慈悲叛乱 然而 习惯庶人 皆非统御之才 恐不能制服不属 万一 君武作孽 彼等 亦不由自主 太祖赵匡印认为 这倒是个令众人无可非议的理由 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之后 便于同年的七月 演出了一段 杯酒士兵权的故事 某日晚朝之后 太祖招了十首信 王沈齐等人 饮酒续旧情 酒过三巡 略带醉意之后 太祖对众将说 如今我做了天子了 这也是挺艰难啊 不如当节度使时的时候 很快乐啊 自从登基以来 我未曾高枕而握过 众人问其故 太祖说 道理很简单 世人谁不愿身居此位啊 众人听出了太祖 是担心有人谋反篡位 才出此言 于是顿手是表忠信 太祖又说道 哎哟 我知道 清等自然不至如此啊 那么 假如你们的部下 为求富贵而启示 一旦强迫你黄袍加身 尽管你不愿意这样做 难道还能由你自己做主吗 然后又以钱财富贵相许 以换取他们手中的兵权 太祖说 人生一世啊 追求的是富贵 不过是多积金钱 自己吃喝玩乐 使子孙不受贫穷之苦啊 清等何不逝去兵权 出手翻阵 都治田宅 为子孙后代 建立永久之基因啊 此后啊 你们可以多治歌迹美女 天天饮酒作乐 以中天年 我这个皇帝 与你们结为儿女亲家 君臣之间 两无猜疑 上下相安 难道不是更好吗 众人听罢 方知太祖的用心 第二天 十手信等人便都上表 请求辞职 交出了兵权 到外地去当节度使去了 宋太祖顺利地收回了兵权 了却了心中的一件大事 赵普 因信策有功 于建隆三年 也就是公元962年 牵生为 书密使 终止刚毅的赵普 第四集 赵普 为了协助宋太祖 彻底解决 武臣专权弊端 改变从中央到地方 因权力过于集中 而各自为政的局面 即现役 杯酒士兵权之后 又提出 上文触武 分权互制的主张 首先 宋太祖在赵普的建议下 在中央最高权力机关 设父相 书密使和父使 与三思济相 以分宰相之权 这样就形成了 三权分户 互相牵制 一切军政大事 均在军权的控制下 才能成名的政治体制 这种政治体制的实质 是以文义武 军权至上 其次 为使上下体制一致 便于中央集权 控制地方州县 于钱德元年 也就是公元963年 按照赵普的建议 霸去了王彦超等地方节度时 又见次 学去了数十个一姓王的权力 并从这一年开始 认文官为之州之县 也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 又说 父职通判一或二人 通判 是中央安插在地方政府的耳目 有监察御史之权 可直接购问军政大事 州府有重要的文书 必须会同签署方能生效 荣有重要的军情变故 可直接通报中央 地方镇将的权力 仅限于所制军务 及驻地成交之内 不及相间民事 这样 地方政权 也如中央三权分项一样 分属各方 互相的制约 个人 难于专权 由于文臣取代武职 使武臣 失去持兵谋反的基础和条件 避免了军阀割据现象的发生 纵观赵普 从文处武 分权互制的政治方针 对北宋政权来说 有利有弊 其利在于 便于赵宋王朝 实行中央集权 提高军权的地位和作用 有效地防止了国内发生政治动乱 人民群众 也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环境 便于发展生产 这对于公共北宋的政权 不无积极意义 其弊 在于过分地压制武臣 严重地挫伤了军队将帅三军的积极性 故养兵虽多 但是战斗力不强 不利于防御外族的扣范 至于分权互制 也不利于各部通力合作 致使兵谋不惊 国际未善 宋太祖在赵普的协助下 政治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之后 于钱德二年 也就是公元964年的争议 同时罢取了后洲旧臣范至王普 魏仁普三相 因赵普政治谋略超人献策有功 签生为门下侍郎 平章氏 一称同平章氏 即宰相 即贤殿大学士 从此赵普独居相位 掌管着北宋的朝政 赵普居相位之后 更加结成用命 宋太祖视之如左右手 事无大小 多去征求赵普的意见 然后决断 宋太祖视赵普如此 可知赵普是个族制都谋 律士严谨 能以天下士为己任的宰相 当时 宋太祖常常微服 行至功臣的家中访查 所以赵普每一天退朝之后 回到家中 也不敢脱去官服 以备皇上来访 有一天 大雪一直下到下半夜 赵普认为太祖不会来了 然而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 却听见有扣门的声音 赵普急忙出营 见太祖站在风雪中 赵普惶恐跪拜 太祖说 我已约了晋王到你家里来 不一会儿 太宗也到了 于是在大堂中间的地上 铺了几层垫子 三人同坐在上面 又生火烤肉吃 赵普的妻子 给他们依次的针灸 太祖称他为嫂子 由此可见 太祖与赵普往日私人的交情之深 今日君臣关系之融洽 君臣饮酒闲谈之间 太祖问赵普 用何计谋才能攻下太原 消灭北汉 赵普回答说 太原抵挡着西北两方面的敌人 如果先攻下太原 那就得有我们独挡西北两面之敌啊 不如先暂切的留下太原不打 等到消灭了其他各国以后再说吧 到那个时候啊 太原就如同胆丸黑子之地 还能逃脱灭亡的命运吗 这就是赵普的 新南后北的相赞决策 太祖听完赵普的议论 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我的意思正是如此啊 刚才五国是试试你而已 虽然太祖言约 为是赵普 实则为征求赵普的意见 因为尽管赵普是个文官 然而武略超群 这是太祖早已知道的 无需在世 太祖此时所以言是 乃为君臣私下之戏言而 终止刚毅的赵普 第五集 赵普出登相位之后 虽为朝廷急心尽力 深受太祖的恩宠 但是因由敛财受贿 私运木材 强买宅地 以及违反朝廷 载辅大臣之间 不得通婚的禁令 太祖听说后 对赵普极为不满 尤其是属下小力 冒充着赵普经商 转卖于经师 从中谋取暴力 有三思史 赵贫奏名圣上 太祖大怒 欲驱赵普出朝廷 其后 汉林院学士 卢多逊 又趁机揭发了赵普的短处 以及中书省 诸多步伐的行为 遂于开保六年 也就是公元973年 霸取了赵普宰相之职 便为了和阳三成节度使 开保九年 也就是公元976年的十月 太祖崩 其弟赵匡义即位 是为宋太宗 改冤太平兴国 任参之正是卢多逊为相 同年 赵普自和阳调回京师 任太子太保 曾多次遭到宰相 卢多逊的产言诋毁 不被朝廷重用 任参普 公于心计 明察善断 很会利用皇室内部 权力之争的矛盾 来为自己近身 创造有利的条件 以求东山再起 皇室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主要体现在军卫的传承问题上 太祖驾崩 太宗即位时 世间便有 竹影俯升之传闻 此事有无 史无查考 乃是千古一案 太宗即位之后 关于自己百年之后 军卫再传问题 颇废神思 虽有母后遗旨 遗称定命 但他自己 却是另有打算 于是便极力地排斥打击 甚至残害其地 庭美 其职得招 也就是太祖子 赵普深知此中奥妙 早在建龙二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六十一年 太祖 太宗 母昭县 渡太后临终之时 召了赵普入内 承受一命 当时只有太后 太祖 赵普三人 太后问太祖说 你知道你所以 能得天下的原因吗 太祖哭着不能回答 太后又问 太祖说 接引祖宗 太后积德之余庆啊 太后说 不对 真正的原因 是周四宗 让幼儿祝天下 如果周四当师 又成年之君 天下怎么能为你所有呢 你百岁之后 当传为于你帝光义 光义传为于帝廷美 廷美 传为于 指德昭 也就是 太祖的儿子 四海之广 万民之众 能力掌军 设计之福啊 太祖顿手气 敢不如叫 太后又看了看赵朴说 你也要同级我言 不可有为 赵朴在踏前 照着太后的原话输录下来 并在末尾 属上了 陈朴书三字 藏于 金窥之中 命紧密工人 保存起来 赵朴 作为一个 精于政权并故的 大政治家 甚至 杜太后 关于以后几代 君主的安排 完全 是从 赵宋王朝的安危着想 防止 后州的右主即位 异性兴亡 那样的事情发生 认为太后的这个人事 安排 无不道理 但是 杜太后的这个遗旨 直接关系到 皇室诸人的 权力和命运 而自己 又是太后一命的 唯一直接见证人 如果处理的好 会对自己有利 反之 轻则丢官 重则丧命 因此 他对太后的遗旨 采取了根据形式 灵活处理的态度 早在辅佐太祖时期 赵普兼太祖忠孝 不能违背母训 将来赵光义即位 确定无疑 于是 便有意 与光义交后 现在 太宗 有欲为母训之一 打算自己百年之后 均未传死 不传递 但由母后 遗旨成命在心 廷美 对皇位 也是极为关注 虽有救赎的陈辽 以廷美 交字无道 有不轨之谋等罪名 无告弹劾挺美 但要实现 皇位传死之目的 也需要费一番的周折 需要有一个 谋夺望重之人 顶力相助 赵普明察 知道太宗 此时心中所想 认为自己 在相之急已经到了 便向太宗 进言说 当年太后的遗旨 为他亲手所写 并背书太后 遗旨原文 当太宗 闻及挺美事时 赵普当即表示说 臣 允备为书记 以察兼辩 又接级 述说了自己 多年受宰相 卢多逊 压制之苦 太宗 见赵普 情辞恳切 又系前朝的老臣 于己交后 可以协助自己 皇位传死的 政治目的 便于太平 新国六年 也就是公元981年 副寿赵普 司徒 兼侍中 封梁国公 重登首府之位 赵普虽然用谋在相 帮助太宗 实现了皇位传死之目的 但大功告成之后 也难逃谋臣 不可常用的下场 太平 新国八年 也就是公元983年 太宗便以 赵普有功于国家 其与朕为西年故交 今以耻落发白 不仁再以鸡物相劳 应则一善地 近其晚年没有 再度霸去了赵普的相职 调制了邓州 也就是今天河南的邓县 任武圣君 节度使 终止 终止刚毅的赵普 第六级 太平新国四年 也就是公元979年 宋太宗 御驾 亲征北汉 高粱河一战 宋军 大败于 辽国援军 是幽济地区 沦入辽国 雍西三年 也就是公元 九百八十六年春天 宋太宗 为报高粱河一战之仇 再次兴师 大举公辽 一遇收复失地 两军交战初期 宋军连连克节 将帅指挥有方 军族骁勇可驾 却有收复 幽济失地的可能 后来 因粮草运输困难 军武九战疲惫 一时难以全胜 所以九位班师还朝 此时 宋太宗因战事千言 有进退维艰之感 当时已经外放的 无声军节度使 赵普向来是主张 防内虚外 反对穷边吉武 所以 赵普见宋太宗 就为班师回京 便上书建言 认为此时出兵北征 是兴无名之师 深倒不测之地 乃是携谈之辈 蒙蔽了圣聪所致 强调战争 兴师动众 德少师都 又极其危险 难保必胜 又以兵酒生变 身为可律 来提醒宋太宗 然后 他又以老臣的身份 恳切的情词 冒死尽见的态度 力劝太宗 撤兵还朝 他说 古之人 尚闻师见 老臣为死 岂敢 面于 未安身之计 而不言宅 宋太宗 对赵普的上书 很是欣赏 立刻 付书加奖 赵普 富有上表 重申了他的建议 赵普 前书后表 所论有些观点 不无道理 如他反对 以战争的方式 解决民族矛盾 主张 率土归人 书方并俗 相率相话 和睦相处 如他强调 不可以酒困之师 攻 攻进 马肥之军 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 他的总体思想 是反对 以战争的方式 来对付外族的侵略 甚至把主张 收复师弟的文臣武将 说成是 误国奸臣 这是 极不正确的 雍西四年 也就是公元987年 太宗下诏 亲自参加集天仪式 赵普上表 要求入朝觐见皇上 语辞十分的恳切 太宗建表后 不禁感伤 对宰相说 诶 赵普 是开国元老 也是 我所尊重的人 应当同意他的请求 赵普 获准回京 又受了太宗 再三的安慰 非常的感动 当时 有陈王 元熙 也就是 太宗次子 向太宗上表 表云 山南 东道节度时 赵普 是开国元老 参与了建国的大计 为人 忠厚持重 有见识 不随意要求国家的恩典和照顾 以求保全自己的俸禄官位 不私自照顾人情 来博取名望 真乃我们国家的优秀大臣 听说 那些奸邪 服服之徒 结成党羽 排斥一击 乱叫乱喊 他们憎恶 丑化正直的人 恨不得把他们贬持到边缘的地方 才感到高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害怕陛下 再启用照谱啊 但是无私正直的人 都希望陛下重新交给了正事 使他能以治国之道 开导君主之心 辅佐圣明的教化 陈王的表彰 慈情礼状 为赵普再相 助一臂之力 吉田的仪式结束之后 宋太宗想要用赵普 带一带心提升的 的吕蒙正 并任命了赵普 为太保监视中 是赵普三灯相位 赵普第三次拜相 在位只有一年多 宋太宗 纯化元年 也就是公元九百九十年 赵普因年老多病 曾三次上表 请求辞官 然太宗不允 为表示对赵普的敬意 拜他为太师 封魏国公 又赐羊肉眉酒 并特地派了使者赐赵书 劝他要爱惜精神 勤用医药 勉励尽点饮食 同年七月 赵普病故 终年七十一岁 宋太宗闻讯 非常的震惊 深表哀悼 赵普的一生 辅佐两朝 为北宋王朝的建立和巩固 劫私禁律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正如宋太宗所说 赵普能办大事 尽忠于国家 真是社稷尘严 赵普早年读书不多 到做了宰相之后 宋太祖劝他多读点书 从此他每天下朝回家 都到书房读书 手不试卷 对论语的研究 可谓精湛 其治国之道 都与论语有关 当时有人说 赵普没有学问 只读过论语 太宗问赵普是否如此 赵普说 臣平生所知 成不出此艺术 昔日已半部论语 作太祖定天下 现在已半部论语 服陛下至太平 赵普足后 家人打开了书箱 内有论语二十篇 宋太祖太宗 以贤任能 赵普以刚毅 智谋尽忠 北宋王朝的建立与巩固 与赵普一生的政治生涯 是难以分开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